立陶宛外长加布里埃柳斯·兰茨贝尔吉斯 7月31号表示 首批F-16战斗机已经运抵乌克兰 其中包括荷兰运送的6架 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 目前首批F-16战斗机交付工作已经完成 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未确认这一消息 几个月来乌克兰一直敦促西方盟友提供F-16战斗机 称这是对抗俄罗斯的关键 对此俄罗斯方面一再表示 F-16战斗机就像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其他武器一样 不会改变冲突的结果